在今天白天 东北风的强度已经逐渐的减弱了 但是这天气形态来说 大家要特别留意 日夜温差可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个之最 第一个 今天最凉的地方 在清晨的时候加以天气晴朗 加上一些辐射的冷却作用 使得清晨的温度只有20.7度 但是海边的阵风在今天的风 没有昨天的大了 昨天的风可是有达到八级的阵风 今天的阵风在桃园的新屋 有达到七级 但是中午的温度状况 也是加以最暖和 中午的高温到达了30.3度 有没有看到 这晚上跟白天日夜温差 可是非常的明显 早出晚归 骑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晴朗的天气可以持续到星期天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的时候 随着北方的高压 逐渐的东移带进来的东北风 比较偏强 沿海的阵风也是比较偏大的状况 晚上的温度也明显的转凉了 但是到了今天白天 随着高气压势力 逐渐的进入了东海 我们的风向 渐渐的又转为偏东风进来 东风进来 冷空气量减少了 温度形态来说 相对的就开始上升了 明天后天 随着风向由东风 渐渐的要转为东南风 所以全台湾天气晴朗 但你要特别注意是 日夜温差可是非常的明显 这样的好天气可以持续到这个周休假期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一 北方的高压系统再度冬移 带进来东北风再度增强 到了下周三 温度下降幅度会变得更为明显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中部以北只有在20到21度 南部夜晚是在24 白天的高温可都在西半部地区 有达到30度以上的高温 而在东半部地区中午的温度27度 而在外岛地区 在金门的温度夜晚偏凉 到了马祖还有澎湖部分来说 也都是天气晴朗 小丁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的在于 日夜温差是非常的明显 还有早出晚归骑车的朋友 穿着方面还是要注意保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